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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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金劇是我們的國粹 可以說在學習金劇的這個道路上面是一個非常漫長 而且是一個特別讓人覺得是一個很無趣的 因為傳統藝術很多人不太了解 還有就是很多的現代的孩子們都喜歡流行的東西 他不太喜歡一一啊唱戲的東西 但是作為我們中國人 作為我們一個藝術演員來講 我們要堅持 特別是一個女性 我覺得我們選擇了這個職業 選擇了這個專業 我們就一定要一路走下去 我叫高飛 我來自南京 我不是音樂劇演員 我是演金劇的 對 這才是我的專業 我是1990年開始學習金劇 然後一直到現在為止有30年的時間了 那麼學習金劇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特別特別棒的一件事情 謝謝 從97年畢業到金劇院以後的話 我一直從事著這個金劇的表演 那麼大家可能都知道金劇是我們的國粹 可以說在學習金劇的這個道路上面 是一個非常漫長 而且是一個特別讓人覺得是一個很無趣的 因為傳統藝術嘛 很多人不太了解 還有就是很多的現代的孩子們都喜歡流行的東西 他不太喜歡一一啊唱戲的東西 但是作為我們中國人 作為我們一個藝術演員來講 我們要堅持 特別是一個女性 我覺得我們選擇了這個職業 選擇了這個專業 我們就一定要一路走下去 那麼在這個金劇的這個道路上面呢 我還算是小有成績 但是呢在從一金劇將近30年以來 我覺得我覺得我還是很喜歡音樂劇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喜歡唱歌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在小學裡唱歌 當時在我們當地特別有名 我記得我考西校的時候 還是我的音樂老師推薦的 就是因為我喜歡唱歌 我記得我97年畢業以後 工資非常的少 然後我就去了酒吧唱歌 那個時候在酒吧裡掙外塊 我覺得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以不要我爸爸媽媽的錢 這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因為我在酒吧唱歌的這些經歷呢 讓我慢慢慢慢的就是 豐富了我的這個藝術這一塊 就除了我會唱戲以外 我又會唱歌 因為唱戲本身是學表演的嘛 那麼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在2013年的時候 我就接到了媽媽咪亞的面試通知 2013年的時候我孩子兩歲多了 嗯那個時期呢 在我的這個整個的這個 婚姻狀況中 也出現了一些小小的問題 所以我為了讓自己可以 覺得去冷靜的思考一下 我的生活狀態 我覺得到了媽媽咪亞這個劇組以後呢 全部都是年輕人 他們都叫我非姐 又叫我非媽 然後我覺得 哎呀我跟他們在一起 特別的開心 都是年輕人跟你講一些 很時尚很流行的東西 我就覺得特別的 覺得自己應該要去 去好好的學習 那麼我就 我就開始慢慢慢慢喜歡上這個劇了 所以作為女性 我們一定要自強不息 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是一個單親媽媽 但是我和我的前夫關係非常的好 因為她還坐在這兒聽我的演講 所以我覺得也要給她一些支持 雖然我們之間的婚姻結束了 但是我們朋友關係還在 我們一起撫養這個孩子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呃單親或者是獨立 或者是我一個人 我覺得並不是可怕的 因為你身邊還有很多愛你的人 你有家庭 你有朋友 你有你的朋友 還有你有你的一些同事 無論怎麼樣 他們一定會幫助到你 那麼你只要自己做到了 我應該要做的 那麼我把我最有能力的一面 展現出來的話 那麼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京劇演員 我可以走到舞台上面 我可以去演音樂劇 我可以主演它 我覺得我已經做到了 我人生覺得是 我挺不容易的 所以作為我來講 嗯 我不是一個特別特別大的明星 也不是一個特別有魅力的人 但是我做到了 我應該做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站在這邊 我有的時候跟我兒子講 兒子說 媽媽我其實挺被你驕傲的 因為你在台上演出的時候 我的同學我的家長都說 南瓜你的媽媽真棒欸 她在台上她是一個主演 所以我做到了 我讓我兒子驕傲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特別幸福的媽媽